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与阿N与大家介绍的粤剧名领是《廖合怀》。 廖合怀生于1903年,出于1952年。 廖合怀他专攻丑生,在《毒玫瑰》一剧之中,他扮演这个病院的院长而声名大噪。 廖合怀扮演各种人物都能够刻画入眉,形象全神。 而且他善于即兴发挥,针对时弊。 他用他的鼻音行腔,另句一格,尤其是唱中版、木语等等这些曲调就最为出色。 那么很多人都称他这种风格叫做《廖康》。 《廖合怀》的代表剧目有《花王之花》和《火烧阿房宫》等等。 《廖合怀》是广东新会人。 いる配偶 leading to percentage. 六个月 even falch non-link. 在十二岁的一年,《廖合怀》便 ges fill out of its civilization. 就去到廣州毫半街的鞋店做学师 当上学徒 后来他又转为卖报纸 了解说小时候开始就喜欢上粤剧 虽然他当时是没有钱买票看起 但是他就经常在戏院后台的外面 是外面不是里面 记住在外面听戏 或者在窗窗里偷看 久而久之听得多 不久他就学习几句乐曲 后来新加坡有一个工厂 他就去到这间工厂当车工 在晚上的时候 就参加当地工人的业余演剧活动 在1923年 粤剧著名小母 靓元亨就去到新加坡那里演出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靓元亨就去观看这个业余工人 他们的业余表演做起 他就发现 廖合坡有艺术有艺术的天分 于是靓元亨就收了廖合坡 而是靓元亨就成为徒弟 而且还帮他改了一个艺术 叫做新蛇仔 从此 从此廖合坡就开始他的粤剧生涯 廖合坡的表演艺术 独树一次 淫于省港澳 达到二十年那么久 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粤剧的四大名丑之一 廖合坡的代表作有 甘地惠西斯 商鸟归公 花王之女 和大闹港昌龙等等 他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有很多 譬如说 慈禧太后 红娘子 披仔 亚仔 矮仔 武大郎 和麻风病人等等等等 他演什么角色 就似什么角色 形成了当时著名粤剧的五大流派之一 他就是廖派,其他四派就是涉角仙、马斯增、桂明洋 此外他也有粤剧《名丑生之星》 在1952年5月在香港逝世 在上世纪的20年代后期 廣州的黎元洛班就订了廖派怀回国 就是回来中国做第二丑生 因为当时他是在新加坡过活的 所以要回来中国 因为他的桑子就不太响亮 掌上也不是很英俊 而且满面都是麻子 所谓麻子就是臉上很多豆皮 在当时就受到冷遇 回来后 马斯增和廖派怀同时在当时拜了廖洛 靓元派就做师傅 马斯增非常同情他这个师弟 在当时的处境 因为他满面都是麻子 那个长相不太讨好 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他 马斯增是他的师弟 相当同情这个师弟的处境 等到他合约期满的时候 马斯增就立刻和他订了他 和他订了这个合约 就招他去大罗天班 做这个第二丑生 即是离元洛班就冷待他 于是马斯增就找他去大罗天班 那边 在《财王子》一剧之中 廖派怀就飾演一个黑人的王子 那在这一套剧之中 廖派怀就开始露出他的才华 在这套《财王子》之中 他为了突出表现黑人王子 被这个巴格达的涉策的道策 道去这个飞尖的彷徨心情 他就精心设计做一段速度爽快 吐字清晰 而且相当鞋趣而合乎人物性格的 中版和滚花 那观众对这个新泳怡跳跃的唱康 反应非常热烈 大家听完之后都拍手清庆 那这段唱康 也都成为了廖派怀的廖康的初刑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廖派怀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 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的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廖派怀的演艺人生 好 拜拜